电影《青年警察》是韩国暑期最受瞩目的热血电影之一 不只有朴旭骏、江和娜两大男生联手出演 在电影里更有激情满满的bromance 17日上午两位主角也特地穿上警察之服 帅气的出席在首尔举办的制作发布会 朴旭骏和江和娜在电影中饰演警校同期生 不止在学校是好朋友 在校外也都一起遇到一些鸟事 毕业后更需要两位警察联手打提犯罪 不过两人的个性可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当行动派遇上脑性派 究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们在试试的时候 沙俊姓、阿늘姓 在这里 都可以使用几分钟 我会想要几分钟 一句话说 我会想要几分钟 所以我会想要几分钟 我会想要几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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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外今年秋天即将入 胡秉一的家和娜 仍不改他开朗的个性表示 苹俊姓 刘野 我只要有些人都感到 所以我自己也有想做 我看你也不太好 我自己也不知道 和他也有想做的 我一件事 我以为我认为 我从军之中 我一直去想要去 但是 我认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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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一天的选择,所以说 非常难的选择,不选择 很大意义,说 我们一人的电影 Wort上,完整的收音 当局都拍了很多 电影中间,我们去看中年一生 现在是后面,中年一生 我们是二年的原型 謝謝 剛才的聲音 剛才的聲音 是剛才的聲音 是 加油